新竹茅隆主辦 那在分享之前呢 讓我們大家用熱烈的掌聲來歡迎他們 好 謝謝大家 好 謝謝大家 那個本來是這個議程要丟出來之前 我自己有一個想法 有一個問題是在問我自己就是說 到底我是要來搶票還是要分享 因為看到那個 後來看到那個議程清單的時候 我是更加確定我應該是來搶票的 好在我有一個 我的那個partner 就他有幫我們 就我們一起來研究這個問題 然後有提出一些我們的觀察 想說在這邊分享給大家 這樣子 那我們題目主要討論的是一個 remote memory remote memory 然後我們討論它的可行性 還有關於它的一些系統效能 還有未來可能可以做 automization的空間 那我們有一些其他的學弟 也幫我們 就是一起整理我們這一邊的那個內容 所以我把他們的名字都寫在上面 那這是我們投影片的那個QR Code 那因為我們好像 沒有接到說要放到哪一個共同的地方去 所以我們投影片還沒有 upload 那我們之後會 大家如果有看這個 我們之後會把它 upload到一個固定的地方 再跟大家同時 這樣子 那關於我 我是那個目前是在HPE服務 那我另外一個身份 是在台大 我也在念那個PhD的學生 那舊也是PhD的學生 在台大 那其他就是我們在那個 那個學校的一些學弟 幫我們做這些部分的工作 那今天主要內容 我會一開始先介紹一下 remote memory 到底我們面對到的是什麼樣的一個問題 到底想要做什麼事情 再來我會回顧一下現在的現況 那以及它的可行性的一些報告 那再來我會有Joe來幫我們介紹 就是我們可以進一步 透過一些軟體的 軟體的framework的使用 進一步把remote memory的效能 再把它更往上提升 以及一些未來我們可以做 optimization 的空間 再來就是做一些簡單的 跟商品 那我講一下說為什麼我們要 要去用這個remote memory 那其實有主要三個問題 就是我在這slide上寫到就是說 我們事實上在這個記憶體 我們如果要買更大的記憶體 我們現在通常我們都買16或32G 我們不會採買到更大 但是如果你今天 因為隨著大家的資料量 越來越大 Data Center處理的資料內容 越來越多 你可能有些情況 會需要更大的記憶體 那大容量記憶體非常非常貴 它的那個價格並不是一個指數性 它並不是一個線性的成長 也就是說你64G到1289 它不是價格乘以2 它可能乘以8或更多 大容量記憶體非常貴 那我們有一個想法是說 其實我們記憶體需要的時候 再來用就好 需要的時候再把它組合起來就好 所以我希望有一個on-demand usage on-demand memory composition 另外呢 我們有沒有真的需要更大記憶體的場合 舉個例子來講 現在主流的伺服器上面 通常最多是只能插到3TB的memory 那3TB的memory 跟它的CPU的設計 以及它memory controller 上面的channel數量是有關係的 所以最多就是到3TB 那如果你有一個程式 是想要使用超過3TB怎麼辦 你可能就要用到遠端 不然你就要請比如說HPE或DALE 幫你打造一個 還有Intel 幫你打造一個超級電腦 它是可以裝超過3TB memory 你大概就只有這種選擇 那如果你是要人家build一個電腦 那當然成本是非常非常高 那這時候怎麼辦 我們想使用超過3TB怎麼辦 另外呢 我們有看到一些現況的報告 這可是那個之前有Google 他們有歷史出來的一個報告 就是說 在他們的Data Center裡面 每一台Server 記憶體使用量 居然不到50% 平均啦 平均 也就是說我的Server如果裝 128GB的memory 其實不到 幾乎不到64GB是被使用 那其他64GB的記憶體 就在無線的充電放電 無線充電放電 它的energy其實是很恐怖 而且它又沒人在用 那我們想說 記憶體買來放著沒用 不如就把它分享出來 所以我們根據這三個主要的目的 我們來討論remote memory 這個問題 那其實remote access 你東西要在遠端 我們要去使用它 其實都會遇到performance上的問題 因為畢竟它是在遠端嘛 不管是透過 怎麼樣速度的網路媒介來去使用它 它畢竟都是在遠端 它會有不一樣performance的問題 那通常效能都會是最大的考量 那其實remote access也不是一個很新的 其實過去幾十年大家都在討論 那有人想要用遠端的磁碟機 有人想用遠端的記憶體 有人想用遠端的其他的resource 都會遇到remote access的問題 那其實過去這幾十年一直都有持續的研究跟改善 來去想要在這一部分有多一些突破 那最近這幾年有看到一個最主要的一個difference的點 是在於RDMA Network的發明 就是說它現在在datacenter的環境已經被廣泛使用 那RDMA Network有什麼特性呢 其實它的重要兩個特性是一個 它的latency非常非常低 低到甚至只有幾個microsecond 甚至我們在更新的有看到是幾百個neurosecond等級的assess 也就是說它去存取一個遠端的 透過這個網路去assess遠端的一個data的時候 它的latency是非常非常短的 那它的bandwidth可以高達四十、一百 甚至未來有兩百GB 這麼多的一個bandwidth可以使用 那我們認為這個RDMA的廣泛被使用 是在這個remote access這個問題 我們可以重新來檢視的一個很關鍵的技術突破點 那RDMA它到底是什麼呢 其實RDMA簡單來講就是說 它有除了說網路本身在它的編碼 還有它在網路傳送技術的提升以外 有三個點我們是特別關注 第一個當然就是kernel bypass kernel bypass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我要傳封包在接收或傳送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有可以不需要OS的介入就可以做到 因為它透過一些技術 像是pre-allocation 加上pin memory 還有相關的一些 相關那些kernel的技術 搭配上硬體的一些使用 它可以讓我們OS不需要介入當中的傳輸 再來就是zeocopy 就是說我們通常userdata會存在kernel的buffer 那kernelbuffer要到driver 到hardware上通常會有一次copy 那它可以不要讓你 它可以有一些技術的搭配 可以讓你可以擺pass到這一次的copy 那remoteCPU 當你要assess遠端的記憶體的時候 CPU甚至可以不用在這當中扮演任何角色 也就是說只要我把軟體設定都設定好之後 我去使用遠端的記憶體 遠端的那台server 它的CPU其實可以不用知道這件事情 就是說你當然權限之前已經設定過了 這個RDMA的網路卡 會幫你做資料的搬移跟傳輸 所以這個是在RDMA我們看中三個蠻重要的一個特質 那這個我們現在在介紹完這個RDMA的技術之後呢 我們再講一下說 我們在這個軟體設定remote memory是怎麼去做設定 那當然我需要準備好在server上有若干的記憶體空間是要被使用 那我用blockIO的layer把它model起來 透過ISCUSI的layer把它轉成 是遠端可以assess的一塊ISCUSI的target 透過ethernet switch server跟server之間透過ethernet switch把它連接在一起呢 那我client在使用的時候呢 我是透過swap的介面 因為swap其實是一個非常成熟的一個介面 那我可以很簡單的透過swap的介面 就可以把這個記憶體接上使用遠端這一部分 那當然在local這一段也是透過blockIO layer ISCUSI layer ISCUSI extension of RDMA等等的介面把它接接在一起 那我可以不用去修改user程式 透過成熟的virtual memory manager 就可以達到使用遠端記憶體的效果 那在這個performance的量測部分呢 這個圖我們應該怎麼來看 就是說橘色這條線是 假設我今天在server上就是裝好384GB的memory 裝好384GB這麼多的實體記憶體的時候 我先不考量成本 那我的performance在用到這個UMO是大概300多GB的情況之下 大概是本機有96GB 遠端有288GB的情況之下 我的performance的點會是在橘色這一條 那同樣的一個方法 我如果是用本地端裝了96GB 然後遠端裝了288GB 這種情況之下呢 我會得到藍色這條線 也就是說在一個1比3的使用情境之下 我觀察到在一個in-memory database的use case裡面 我觀察到大約是有18% 只有18%的performance degradation 也就是說呢 其實這個效能啊 效能當然是user的一個感覺 那我們經過這個這麼大規模的in-memory database的實測 所以我們觀察到大概18% 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是非常非常可以被接受了 所以我們提出一個觀察 就是說其實在現在這個RDMA的架構之下呢 我們remote memory其實是有它的可行性存在的啦 那做到這個階段其實 好像我們覺得其實這個remote memory還是還蠻convincing的一個方法 就是說透過RDMA再來就是冷飯熱潮一下這種感覺 那可是我們還有發現有方法可以讓這個performance更快 那就來幫我們去做介紹 好 感謝Clai剛剛介紹的RDMA跟之前先前的做法 那我們可以知道它dequake18%其實可被接受 那我們在想說能不能做得更好 也許dequake個10%左右 那我們就找了一些tool 就是發現有一個叫做SVTK 全名就是Story Performance Development Key 就是說它是intel在2015年的時候開發出了一個open source project 那其實可以看它的目標就是它需要用一個高效能的方法 使用它們的設備讓整個performance可以再提升 那其實它這個tool SVTK這個tool主要它其實有三大概念可以讓你整個效能提升 那其中第一個就是說它把driver搬到user mode 然後搬到user mode 會有一些問題就是說你的interrupt要怎麼處理 那interrupt選擇是用polling的方式去處理 那處理完interrupt就是說你搬到user driver搬到user mode 你可能如果有多個application的話 你怎麼處理多個application對於disk的存取 那其實它是用 它有一個lockness的design 那我等下都會提到 那接下來我們先看一下SVTK整個架構 因為它剛剛有提到它是一個set of tool的library 就是說它有各種library都搬到user space library 比如說它在storage protocol部分就有很多 像是NVMe跟iSCSI protocol 那然後再來 那相對應的SVTK service的實體機器 也是有NVMe的那個機器 甚至iSCSI的設備 還有什麼 例如說可以用malloc的方式去create個rem的service 那對應到這個protocol跟service 要把它們串起來就需要一個driver 那所以它們其實有一些NVMe的driver 還有就是那個NVMeoverfabric的一個driver 那左半邊的話基本上都是create 以我們在用的情況下就是create的remote memory的pool 可以把箱 那個就稱作target 那它其實還有其他tool是說 我今天target的鍵好之後 我可能在端怎麼連線 可以看到右下角它有一些NVMe的CLI 可以去連線到remote memory 那我們就是用這樣的tool 可以發現說它 它performance可以再enhance 對 那其實這個share可以給大家看一下說 如果你們現有哪些專案已經 在SVTK其實已經有support 像是右半邊的RocketDB 或是那個Safe的話 其實它目前他們也有在做這邊的enhance 也許你們目前是 不是用SVTK可以試試看這一套 是不是可以再做個加速 那接下來我就針對SVTK的做法 三個做法 把driver搬到userspace的做法 它怎麼做的 就是說可以看到 左半邊灰色的部分 是Linux原本裡面的UIL部分 那它的user space 是利用UIL的機制去implement 就是說我今天NVMe的device 裝上來的時候 它第一步 它會先把這個device抓上 掛上一個DominDriver 那它根據他們的文件是說 他們掛上這個DominDriver 用意是不讓OS一起去幫這個device 去掛上其他他適合的Driver 所以它掛一個Domin 這樣子OS就不會幫它掛 掛完之後呢 那我們的application其實就會透過 就會透過 就會透過 一樣是透過這個interface UIL的interface 做一個MMIO的媒頻道 PCIeBar 之後透過定指方式 就是說直接對它寫入 address跟control的comment 然後去對這個疊 做存取的動作 它是用這種方式去 skip掉Kernel的Driver 然後達到這種UserMode的Driver的做法 那就是剛剛有提到說 如果你搬到UserMode 你必須要自己處理interrupt 那我們知道interrupt 以前的方法都是IRQ 那現在做法是Polling 那為什麼要選Polling 就是說我們可以看到IRQ這邊 一個應用情境來說 一個call 我們今天要去做一個讀寫動作 我是會先透過device driver 做讀的動作 那它會做一次的content switch 到其他application去執行 然後所以我這個application 我就Sleep Sleep到那個讀完資料之後呢 它會comment execution完 它會content switch CPU會content switch到ISR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告訴我說它已經取完資料了 然後會在content switch 回來到我原本的APP 然後再繼續做我讀到資料的 之後的動作 那其實這個東西是很 對以前來說是很好的 因為Disc它很久 所以我可以睡比較久 然後做content switch 那如果說現在的SSD 甚至Intel的Uptain一些SSD的話 它速度是更快的 所以如果說你用原本的方法的話 你會發現它會一直 它Sleep的時間可能只有很短 所以就一直做content switch 那如果你有敢用Polling的方式 就是說我今天不要content switch了 如果疊的速度很快的話 我就是讀完 我就在那邊等你讀完回來 我再繼續做 那他們發現是說 嗯 這樣子效能是比較好的 那所以這就是一個tradeoff 就是說你content switch的時間 跟那個 Device service的時間 到底怎麼比較是適合的 那我們也找到了那個 West Digital 它在2017年有一個report 可以看到左邊這張圖 就是說它今天如果說你的那個 那個獨碟的速度的service time 是這裡大概10μs以下的話 你就適合用Polling了 那如果是在10到100之間 你也許可以適合用Polling 也許用IntelRod會比較好 那之後的話一定是 一定是用傳統的IRQ會比較好 那右邊這張圖 就是那個Intel 在SPDK paper裡面release出來的圖 就是說他們其實現在最快的機器 UptainSSD其實是10μs以下 所以其實跟左邊這個 West Digital的那個數據 看起來是蠻符合的 所以說在未來越 越來越快的device情況下 是用Polling是更好的一個選擇 那接下來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 我今天有多個 多個device 多個CPU core 要同時存取一個device的話 它怎麼做 它就是說 每一個core就會有一個 Wile 1的迴圈 叫event 然後呢 那event 它可以去 create好幾個Poller 就是說我今天這個 Wile 1迴圈的話 我今天是要做讀 再做寫的話 我必須要等到讀 做完再做到寫 再寫 就是說必須要等到人家做完 我才繼續做 它稱這個方式就是 Unlockness跟傳統比較 那其實它可以看到 每個CPU code之間 都有一個reactor的通訊 就是說如果我今天有多個device 我這個code工作比較多 我可以Pass給你 也是可以互相溝通的 對 那這是它提到的第三個優勢 就是Lognis的Design 會讓它加速 對 那我們的實驗 我們實驗的話就是說 我們用到SBT的部分 就是其實我們是透過NVM EOF的Target 我們可以Build一個RDMA的Service 然後用Memory的方式 Create一個Pool 也就是說我們遠端是用RAM 就是剛剛跟RDMA的觀念類似 那Client端呢就是用NVMVCLI去連線到這樣子 然後我們測試的方式 這是給大家一個比較 就是說我們剛剛Clay有提到那個實驗 Degrade18%實驗的整個Structure 是向左邊這樣子 那右邊的話就是SBTQS的那個Structure 對那我們這邊右邊是Malloc 然後Malloc成一個block device 然後讓NVMV的Target去Create 然後呢透過RDMA網卡連線到Client端 Client端是用NVMVCLI的Fabric去連線 那我們這邊也其實我們也把我們做實驗的comment 就是release出來 就是說你剛剛有掃那個什麼QRcode 就可以回去可以把這個download下來 那我大概提一下它的做法就是 可以看到Server Terminal1跟Server Terminal2 是要在Server開兩個terminal 然後第一個terminal是要Create一個Pool 應該說第一個terminal是準備好那些memory 那第二個terminal是用那些memory去CreateTarget 然後第三個就是Client端的terminal 就是去透過這個comment指定IP跟PO號 跟它的名字的方式去連線到它 那連完照這樣做完之後 我們是拿一個Benchmark來測試看它的效能怎麼樣 那我們這個Benchmark選擇是LMBench LMBench它就是一直去做一個模擬PageFold的失敗 然後PageFold失敗一起去Read 把那個RDMA上的那個資料當作是要找的資料 一起去Read進來去做那個時間Latinx的測試 那首先我們拿SVTK的當作Base好了 就是SVTK NVMe overFabric 它Latinx其實是1點多 那其實比Clain剛剛講的那個先前的方法 先前方法是iSCSI的方法 是透過Kernel 然後用iSCSI protocol連線的方法 是大概快了兩倍多 那如果說你今天 因為我們剛剛是用Swap測試嘛 所以它其實你也可以用SSD來測試 這個SSD是透過Kernel的方式用SSD測試 那其實SVTK的用RDMA的RAM 還是比SSD透過Kernel的方式 SWAP IN的Read的速度還是要快的 對那其實我們會想說 這個SVTK是不是都幫我們做完了 所有的事情跟優化了 那其實不是 後面其實還有一些work可以繼續ongoing的 那這部分我們就讓那個Kernel幫我們繼續介紹 感謝Joe 其實這邊講到這邊有一個重點 就是大家 我們現在的硬體是都沒有變 我們現在改的是軟體 我們因為原本Kernel的一些Stake 把它改成Intel的SVTK 我們就得到接近兩倍的效果 這個其實對我們自己來講 其實還蠻encouraging的 其實就會讓我們去想說 硬體不變 改軟體 然後改一些設計 像是那個Lockless 或Pooling Mode User Mode Driver 這些就可以達到這麼高的 系統效能的改進 這其實跟我們今天分享的主題 Remote Memory是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 Remote Memory 最大的瓶頸是在於 它的Performance 以前沒有辦法被接收 因為你做一個Rode Store 做Rewrite 其實它都要經過那麼長的一個 其實大家會不想要用這種技術 或者大家會覺得說 用起來就很難用 因為跟Local記憶體 雖然成本是降低許多 可是Performance非常非常非常 不能被接收 其實是不好用的一個東西 再來一個就是說 我剛才介紹 我們系統架構的時候 我提到說 我們是用Swap這個介面 來去讓Application 不需要Rewrite 就可以直接介接到Remote Memory 那可是呢 大家對Swap的認識 是怎麼樣的 因為Swap其實這個是一個 Legacy的Software 所謂Legacy 就是它已經過去四五十年來 從OS的設計 有Virtual Memory 其實它就已經被設計起來了 那以前呢 它的Purpose是說 因為我的IoDevice非常非常慢 那我在做On Demand Paging的時候 要盡量能夠避免 送CMain給這個 這麼慢的Device 因為這麼慢一定是有 一定是 盡量能夠不送出去是越好 那所以在這個 Swap的這個機制的設計裡面 考量了非常非常多的 一些Policy 跟所謂的Watermark的Check-in 來去避免說 它能夠盡量少用Device出去Swap 就盡量少用 可是現在我們面臨到的 一種Device是非常非常快 Legacy很短 它已經跟以前的Io 是很不一樣的 那Swap在這種 現在的這種 系統架構裡面 就會被視成是一個 overhand 它的Bottel Neck已經不再是Device 它的Bottel Neck 會變成是在Software這一段 是在System Software這一段 所以Swap這一邊 其實它雖然帶來好處是像 它是很mature 因為它已經好幾十年 那它User也不用改 對不對 你就接了 你原本的MLK就MLK 它Kernel會幫你做 很適當的借接使用 但是它太不Efficient了 那在2017年 其實我們看到很多討論 比如說那個Micro Processor的大師 David Patterson 它也提到說 其實現在的這種 Microsecond等級的這種Device 已經會讓我們要重新檢視 OS的設計裡面的很多很多部分 那Swap是一個目前還沒有被廣泛討論到的一個 一個Topic 甚至現在比較流行的Framework 它都會嚴格禁止你用Swap 但是為什麼呢 因為Swap它的一個缺點就是它沒有辦法 它沒有辦法提供Deterministic的Latacy 因為你Swap每次的成本都不一樣 你Swap的區段 Swap的Disk Io的Response那些都不是很固定 但是我們也提到 其實在Swap這種舊的架構之下 也有很多人提到說 怎麼樣做Memory的Share 那另外有一些的研究 他們就討論說 用Hypervisor來去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Hypervisor大家知道說 我的Hypervisor其實可以manage這種軟體 記憶體 讓GastOS不用aware到 其實是在用遠端 但Hypervisor那邊必須要有特別的設計 甚至也有人提出說 我要乾脆來重新設計我的作業系統 然後是為了這種Memore Access 那我們有看到這幾種不同的方向的討論 那這個也是我們之後再持續研究這個問題當中 我們希望能夠再做的一些方向的延伸 那所以我們來一個summary 就是說Memore Memory 現在其實我們在用傳統的軟體 搭配上RDMA的內容 其實我們看到18%的Performance Degradation 那這個東西我們在SBTK上 還沒有做一個完整的量測 但我們相信它可以再更進一步提升 那SBTK其實改軟體就好了 改軟體透過不同的設計 就可以在同樣的硬體環境下達到更高的效能 這是我們得到的一個研究的啟發 那未來可能有一些 Automation 可以再讓這個Promance的Gap更拉近一點 那這個是我們今天到目前為止 分享的主要的內容 那不曉得大家有沒有問題 謝謝 你好我想問一下 就是你剛剛有提到就是網卡是 進步是一個很關鍵的因素嗎 那那些網卡剛剛有提到的速度就是 就是四十然後一百 然後都會更高 然後都會更高 那那網卡它是因為有做了offload動作 所以就是搭配到那個remote memory access 這樣子 所以它有這樣的效果呢 還是說是 假設我們以同樣就是 比如說1G的網卡來看好了 我們先不管 它的那個 就是 跑的速度怎樣 那它 如果說沒有offload的話 跟有offload的話 就有差很多了 有有差 有差 但是我們實際上沒有 我們在這個實驗裡面沒有再去 沒有再去對這個1G的網卡 沒有做RDMA的這種 這個網卡上做實測啦 因為 我們認為 我們現在 因為我們手邊其實就很多RDMA卡 我們就直接做這個實驗 但我相信那個1G那邊應該 我沒辦法回答你到底它比例是不是多少 就是整個Android的量測到底是多少 但是我相信應該 應該會沒有那麼好 而且應該會差蠻多的 RDMA其實是在現在我們看到是一個 還蠻有效率的一個做法 但是關於RDMA這邊我可以再share一點點東西 就是說RDMA其實 是以前有大概2006、2005年就已經有 有RDMA的使用 但是那個時候的使用是你要搭配Infinibank 就你的整個switch啊 你的project stack啊 hardware stack都要改 你要用比較昂貴的 Infinibank的swap 那個switch來接 整個網路設備都要改 那現在RDMA可以over 有一個叫ethernet 其實有一個ROCE這種介面 它是在現有的ethernet的project上面 再去疊加上來的 那甚至我們看到 在HPTA討論裡面也有人在討論說 RDMA over TCP RDMA over TCP 就是說 TCPA還是大家更廣泛使用的一個東西 這是不要用到RDMA 可是那個部分的討論就會在於說 你能夠接受多少performance的degradation 你要根據那個來決定你到底要選用哪一種 TCPA有它成本的優勢 可是它performance沒有那麼好 所以會有這樣子的考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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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我想問一下 其實在實作層面上它有一些 就是有一些operation 就是它Library提供一些operation 譬如說像write或read這樣子的operation code 那它其實是會就是類似reveal說 譬如說遠端的記憶體address給client端 那這樣子如果就是譬如說 如果說client端本身就有一些 不管是安全上的議題還是說 譬如說是programmer自己的 可能有些就是疏忽 那這樣子的話 會是不是有可能導致說server server端可能可能譬如說 因為被client端這樣攻擊 或者是說被它搞掛這樣子 有這是有可能 其實我們在對於RDMA這邊的研究 其實有一個RDMA security 是目前有一個 算是一個獨立研究的議題 那那個RDMA security 我看到一些相關的文獻 其實都在講說RDMA現在 雖然能夠達到這麼多高效 但是因為它牽涉到一些 比如說我必須要把translation的table 放在網卡上 這網卡其實如果你的 如果你沒有保護得很好 它有可能被其他的process 因為網卡是shared 這一端就有可能會被攻擊 那尤其我們在考慮這個memory的assess 其實它是更sensitive一點的 而且你把資料放到遠端 那我認為這部分 還沒有一個很完整的解答 但是我們可以先從performance 這一段來看一些它可能的應用 安全的部分 仍然是DMA還沒有很特別去做到很全面的一部分 對 好 那時間關心 那我們開放最後一位Q&A 請問一下 是因為 它Latacy 是 一條的 那我想問說 你剛剛說的什麼 幾個Microsecond 那是怎麼達到的 是因為什麼差異 其實它的差異是在這樣 就是說 我們在 就是說 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RDMA它有一個kernal bypass kernal bypass是其中一點 就是說你在傳輸的時候 不需要經過這麼多的 其實kernal可以完全 就是OS內不用再有特別的routine 來幫你跑 這是一個其中之一 另外呢 在 它有另外一個buffer是 做那個 就看一下 只有copy 就是說它在kernal這邊的data buffer 不需要再有一個copy 就可以直接把這個data 設定給RDMA網卡 它就可以直接處理這段buffer裡面的data 再來就是你用remote remote access 其實它不需要remote CPU的support 就可以達到 這個高效的傳輸 那這樣子的話 有可能說 不同的computer share同一個remote memory嗎 可以有可能 對 但是這個問題 通常會卡在色溫那邊 你怎麼去管理 你可能要啟動不同的 RDMA的memory region 你要出色不同的memory region 那其實在切換不同的memory region的時候 其實網路卡還是需要負擔部分的成本 對 那中間網路傳輸的部分的protocol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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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